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能够返回吧 因为我们说了json没有特殊的地方 json就是字符串 所以这一点是我一再跟大家强调的 json就是字符串 他就是字符串 所以那现在我们怎么来去看呢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数据 有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呢 它是在python当中一个字典 在python当中一个字典的话 比如说包含一些东西呢 包含一个name 然后呢它的东西比如说就是python 放到这儿 然后呢还有一个age 它的东西比如说是18 我可以放到这儿 这是一个字典吧 这是一个字典 如果想把python里面的字典 转换成json字符串 我们去解析啊 怎么转换啊 这个模块有去用过吗 还有讲过那json模块吗 这个有一个叫做 这个json模块 有去讲过吗 你看这个东西也没讲过了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我们去设计到这个东西的话 就必须要给大家说明这个东西 咱们怎么去做呢 我看一下 敲一下python 在这个 我推出一下python 我去导入个json模块 这个json模块呢 能够帮助我们去操作 然后呢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比如说现在就构建一个字典的 这么一个对象 这个字典的一个工具 里面比如说就是name 然后呢它什么东西呢 它是这个python 放到这儿 然后呢还有一个 对应的age age多少呢 age18 我也给你放到这儿 这是一个python里面的字典吧 python里的字典 如果你想把它转换成json的话 我们去转换吧 json模块当中有一个方法 叫做dams方法 这个方法一定要记下来 从今天开始学了之后 就要记下来 叫做dams方法 然后这个dams方法的话 你把字典传给它 传给它之后 我来去接收一个返回值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json自负串 我把它拿过来 接收一下 接收之下 我先来看一下这个返回值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自负串 你看一下它是不是自负串类型啊 对吧 然后再来看一下json这个自负串 是什么东西呢 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跟上面的格式 是很类似的呀 但是你要知道它已经是一个自负串了 不再是字典了 所以呢它是两种数据 字典是字典 是自负串 只不过说这个自负串的格式 看起来跟字典很相似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去清楚 那就是通过什么东西呢 通过这个dams方法 能够把字典转换成json的自负串 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有了json自负串呢 比如说我现在就构造一个自负串 这个自负串我就按照json方式来去写 那json自负串的话 也相当于它是有两个大括号 当中的每个数字值呢 也得是要有以号的方式 以号的方式的话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去写了 比如说写什么东西呢 就写一个city cd的话 然后呢它的值是多少呢 比如说就是sd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的话country 所以用tiy 然后呢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那它的这个信息多少呢 比如说就是channel 放到这儿 这里面是我构造出来的一个 这个阶层资串吧 这个资串 然后这个资串的格式呢 是阶层格式 紧接下来如果我想把这个字符串 给你转换成Python里面的字典 然后呢可以按照字典方式来去用的话 怎么操作呢 我就可以通过 json模块里面有一个los的方法 loads方法 然后呢把这个字符串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我再来去type一下 看一下这个d是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已经是字典类型了 我再来去看一下d当中的数据 你发现实际上就是字典里面 把它的东西都已经解析好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按照d里面的这个cd 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你可以去拿 就拿回来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一点 也就是说你的json就是个字符串 你通过json模块可以把它转来转去 好把这个东西 好这个东西收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面去写一下相对音的 就是我把这个json模块导入过来了 然后呢json模块当中的dams方法 dams 然后对音的要传一个字典 把这个东西 然后呢他所做的工作呢 是将 python的字典 转换为 然后呢json字符串 然后呢还有另外的一方法 就是json里面的load方法 然后呢他要接收的是一个字符串 将自符串 将自符串 一个变量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通过json模块里面的dams方法 实际上把字典传过来就可以了 传过来之后呢 紧接下来我把这个字符串给你返回 是不是就可以了 json字符串返回 然后呢咱们让程序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把这个停掉 我让这个程序去运行 那最应的呢就是斜线 index 斜线的dex方式 所以我们中间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 你看一下我前端拿到的 实际上是不是就是json字符串信息啊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但是你要去注意一点问题在哪呢 我在这里面已经能够在pass里面的字典 给你转换成字符串 往事已经传了 但是在这个响应的信息里面 你看一下响应的这个response 这个header里面 content type是json类型吗 不是吧 默认情况下 是不是type HTML类型啊 但是我给你传送过去的信息 确确实实就是json类型吧 所以如果这时候想自己定义的话 怎么进行定义啊 想改变一下 是不是刚才刚用过我们刚才说的方式了 直接在后面 我再给你传一个200的状态码 然后呢 我再给你传一个 这里面有使用列表 是不是使用字典都可以啊 比如说使用这样的字典吧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包含一个content 对应的是type吧 那他所对应的格式呢 是什么一个格式呢 就是application json 所以这时候呢 我再让程序重新启动一下 让程序重新启动 然后呢 回过头来 我再来去刷新一下 当前这里面拿到的也是json的自不赚的信息 而这个里面再打他展开 这里面content type 是不是application json啊 所以这就是完美做到这一点了 但是你是这样通过最原始的方式去做的 通过最原始方式去做的话 就相当于比较繁琐 那怎么去做呢 在这个plus当中他也是有去简化操作的 就跟你在张国里面去使用那个json response 是一样的 在plus当中有哪个东西呢 有一个函数 你也是通过plus里面去引入那个函数 那个函数是哪个函数呢 叫做jsonify jsonify 通过这个方法来进行相对应的处理操作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通过这个方法来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咱们怎么进行操作呢 我现在呢 就完全可以把这个两个东西呢 给你注释掉 注释掉之后 我直接去借助 谁呢 就借助jsonify了 所以呢 就可以通过return当中 把jsonify当中 当作一个函数来进去调用 然后呢把data的数据你给它传送过来 传送过来之后 然后呢 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为了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我把这个age呢给你改一下 比如说给它24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眼 它所对应的工作 回过出来 再来去刷新一下信息 刷新一下信息之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是24了 然后呢 对应的我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你看一下 content type是我自己设置的吗 不是吧 是他帮我们设置的 所以你要知道了 这个里面 jsonify 包括大家在张国里面 去使用那个json response 都是同一个道理 就是他帮你做了两步操作 第一步操作 他帮助你把那个字典数据 给你转换成json图串 第二点操作 他帮助我们设置了content type 这样的一个响应投信息 告诉前呢 我给你返回的那个响应体的数据 是json数据 就是这样一点 那现在大家明白这个jsonify 或者说那个张国里面的json response 就是这样一点 就是这样一点了 就是这样一点了 所以你先来看一下 帮助我们 jsonify 帮助 转换 转换 转为json数据 并设置 想定 头 concent tap wait application json 这是关于这样的 今天我们再来往下去说 还在说什么东西呢 这个jsonify 除了这种使用方式的话 还有另外一种 哪种使用方式呢 你可以更简写 怎么去简写呢 你在这个地方 完全可以先不把字典构造出来 而是把字典里面的简直队 当作参数传给jsonify 都可以 那你比如说 我现在再给你传一个新的东西 传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想最终在返回值当中 包含什么简直队 直接你传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想给你包含的信息 叫做一个city 好了 我就把city给你放到这儿 city是什么值呢 就等号传参数 比如说st 紧接下来 还有一个zonty 就是再给你传country country的话 什么东西呢 放到这儿channel 然后接下来你看一下 我现在呢 并没有给它打包成一个字典 而是以参数的方式传过来 那它同样能够帮助我 把这两个参数呢 给你打包成一个整体 形成一个json突然 你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也形成了一个json突然啊 而且对应的 说到的也是相应的一个值 这是关于jsonify 它所对应的两种使用方式了 那这个jsonify呢 你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话 就会一直去搜查 因为我们在项目当中的话 做的跟前端当中呢 就是跟张固项目不太一样 不再直接去渲染模板了 我们始终跟前端通讯的时候呢 都是返回json数据 由前端自己来进行处理操作的 所以这个jsonify是要大家清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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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